这是艾伦第一次正面迎战巨人 面对超大型巨人的突然袭击 艾伦再也没有当初的无助 手持双刃一跃而上 利用机动装置不断与巨人周旋 他发现对方的目标居然是大跑 连想到之前的窟窿 明白这家伙拥有智慧 超大型巨人发现艾伦后 伸手攻击对方却被躲过 艾伦飞身来到对方手臂 朝着巨人的后颈部砍去 眼看就要成功时 却再次被气流阻挡 艾伦用机动装置拼命稳住身形 然后朝前方砍去 可烟雾散去后巨人却消失不见 正当艾伦疑惑时 总不来人让他们回去汇报情况 现场交由先锋部队处理 与此同时 城内已经发生恐慌 士兵只能一边疏散群众 一边阻拦巨人进攻 一旦失败五年前的悲剧将再度上升 阿尔敏得知情况后 手开始不断地颤抖 导致无法为机动装置组装气体 不过他还是很快分析出局势 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堵出洞口 不然罗塞之强沦陷将是早晚的事 那十巨人便能轻易毁灭人类 艾伦一把抓住他的手不断 他告诉阿尔敏人类是不可能会输的 相比起士兵们的担忧和牺牲 正在享受美食的国王 更在乎自身的安危 让皮克司令不要离开自己 但皮克司令却做不到 前线的士兵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他必须要去指挥战场 与他们并肩作战 这是属于士兵的责任 也是他身为司令的担当 与此同时 长官们也对士兵下达命令 驻扎兵团负责支援补给传递情报 甚至还将战场分为三个部分 前端由先锋队担任 中部由训练兵团担任 后端由金瑞班负责 可就在几分钟前 先锋队已经全部牺牲了 巨人已经进入了外面 海之巨人随时可能会出现 那时内门也不再安全 现在他们只能尽可能地疏散群众 然后豁出性命为百姓争取逃离时间 对此让无比气愤 明天他就可以去宪兵团报道 结果却出现这种情况 他还不想死 艾伦见他想走一把抓住他 让他好好回想一下这三年的训练 他们好几次死里逃生 为的就是能在今天的战斗中活下来 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死 有了艾伦的鼓励让再次振作起来 三力趁机提醒艾伦 让他在战斗时一定不要离开自己 这样他才能好好保护艾伦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 三力居然被分到后卫部队 那里避难的居民迁移缓慢 需要更多的精英 面对上级的命令 三力百般不愿也只能接受 艾伦也支持这个决定 毕竟居民同样重要 三力不敢反抗 不过他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艾伦千万不能出事 而艾伦自然不会轻易死去 他对这个世界以及巨人还不了解 怎么会甘心被巨人吞噬 他要亲手杀完所有巨人 这场战斗将会是他 加入调查兵团的投名状 众人在艾伦的鼓励下斗志高涨 开始朝着前线冲去 可中途却遭到骑行种的攻击 提着刀再次冲上去 准备为托马斯报仇 可还没接近对方 就被另一只巨人给拦下来 其余人见到这一幕 立马冲上去支援 却同样遭到巨人拦截 一时间全部重伤 望着被巨人不断摧残的同伴 阿尔敏的内心惶恐不安 腿也不自觉地软下来 更加倒霉的是 他也被巨人给盯上了 巨人抓住他直接扔进嘴中 听着阿尔敏的呼救 艾伦陷入曾经的回忆 他和阿尔敏约定 要一起去外面的世界 看看书中记载的 大海雪地还有沙漠 难道这一切都将破灭了吗 不 艾伦绝不同意 危急关头他冲进巨人嘴里 一把抓住阿尔敏 用力将他扔出去 我会死在这一处 我会死在这一处 阿尔敏 你也帮我教过 我 阿尔敏 阿尔敏 阿尔敏